Hello,大家好,我是奶爸 验孕棒多少天可以测出来呢? 其实呢,验孕棒的原理就是通过检测尿液中的HCG的含量 来判断是否怀孕 HCG呢,是一种由胎盘分泌的激素 只有在受精卵着床以后呢,才开始产生 并且伴随着孕期的增长而逐渐升高 那么验孕棒多少天可以测出来呢? 这要根据受精卵的着床时间和HCG的增长速度来决定的 一般来说呢,受精卵在同房后6到12天左右就会灼床 灼床后呢,HCG才会开始分泌 并且呢,每隔48小时会翻一倍 因此呢,验孕棒最早可以在同房后7到10天内测出是否怀孕 但这个时候HCG的水平还比较低 可能会出现假阴性或者弱阳性的结果 为了提高准确性呢 建议在同房后14天或月经推迟后再使用咽孕棒进行检测 除了检测时间以外呢 还有一些其他因素可能会影响咽孕棒的结果 比如使用沉尿进行检测 沉尿是指一觉醒来后第一次排出的尿液 它含有最高浓度的HCG更容易被咽孕棒检测到 按照说明书正确使用咽孕棒 不同品牌的咽孕棒以及不同型号的咽孕棒呢 可能有着不同的使用方法以及判读标准 要仔细阅读说明书 并且按照规定的时间内观察结果 避免服用含有HCG的药物 如果在试图怀孕或者接受辅助生殖技术治疗时 服用了含有HCG的药物 可能会导致咽孕棒出现假阳性的结果 总之呢 咽孕棒是一种简单易用的自我检测工具 但是要注意选择合适的时间以及方法来进行检测 以免出现误判 如果想要更加准确和及时的确认是否怀孕 咱们还可以去医院进行血液或者B超的检查 好的以上就今天的所有内容 我是奶爸 咱们下一期再见